民政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不满出访杜拜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时处处碰壁 怒批外交部是断交部 更传出他因此被党主席柯文折下封口令 安排要去上发言课 不过吴欣盈今天还是直言说外交部向开旅行社的 带立委出国去喝咖啡拍照 强调所有的质疑都是有建设性的发言 希望改善台湾的外交困境 一天当三天用持续努力 谢谢大家 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一大早就到立法院出席本会期最后一次院会 对自己这400多天的立委表现似乎满满意的 我办了五场公厅会 三场座谈会 还要提了15个非常有创新的法案 来把民间的一些想做的事情呢 带来这个公部门这边跟来结合 但吴欣盈不满出访杜拜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时 外交受阻处处碰壁 反台后直言外交部是断交部 也引来外交部三度发声明回呛 双方持续各控互告 我对外交部的批评是有建设性的 这一次去的感觉就是向外交部在开旅行社 只是在一些台湾 Climate Action的这种光板旁边拍照 议员跟我们出来喝咖啡 不顾质疑声落 吴欣盈在开炮外交部就向旅行社 强调所有质疑是希望台湾外交困境被正视 但职帅发言 全出遭党主席客问者下风口令 还要求去上发言课 目前还没有上这些课程 我还没出生以前 台湾退出联合国的时候 这个处境就相当的困难了 那些时空背景的不同 他们的做法是不是要重新调整 选战百日化 吴欣盈怎么把自己的国际视野 转换成选民能接受的语言 是牛爵选情的首要课题 在台北最后报道